第二届地方创生年会 11月19、20两天将会在桃园来举行 而考量防疫需求 今年的年会会采取部分线上 部分实体的方式来举办 桃园市政府与台湾地域振兴联盟合作 规划分五区来办理 协助地方创生互相连结 进行跨域合作 地方创生年会去年首度在嘉义举行 今年举办第二届 桃园地域振兴联盟 结合了各地创生团队 牺手桃园市政府和桃园市客家青年会 在11月19号和20号 合办这场全台湾最大的地方创生盛事 考量到防疫的措施 将在青年事务局 星光堡垒等五个地点举办 分享桃园地方创生的能量 桃园市长郑文灿 说明年会主题连结的目标 第二届台湾地方创生年会在桃园举行 那在11月那我们会有五个分场 然后有十个议题 两天的活动 那预估会吸引好几百个地方创生的团队 那么一起共同来交流连结 那是希望透过跨域的对话 让地方创生能够产生火花 台湾地域振兴联盟说明 年会的目标是透过跨领域的串联和交流 让各地的地方创生工作者可以互动 11月19、20这两天会在桃园举办 我们第二次的年会 然后第二次的年会的主题就是连结 因为我们觉得说疫情之后 怎么样把全台湾不同的团队串联在一起 然后在桃园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台湾的问题 去思考台湾的未来的发展 桃园市支持地方创生团队 率全国之先推出了地方创生见习学院 提供受辅导的团队设计见习的职缺 结合了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让待业或者是刚毕业的青年 可以有参与地方创生的机会 地方创生年会邀请民众 申请五倍券的时候 勾选地方创生券 和桃园市加码了好市成双卷 来桃园使用 打造地方共好的友善创生生态系 恋ация 请不吝点赞 打造 Celine